大家好 我是扶瑤 歡迎和我一起探索未解之謎 今天咱們要說一說瑪雅文明 相信對預言感興趣的朋友 一定都還記得一部好萊塢災難大片2012 這個片子的劇本其實就是根據瑪雅人所謂的末日預言來創作的 當時這部影片讓很多人擔心了好一陣子 大家擔心會不會某一天突然之間世界就變成電影中那樣了呢 現在想一想還覺得心有餘悸 其實關於這個擔心 我們很可能誤解瑪雅人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今天我們會在節目中和大家分享瑪雅人的最新解讀 而在此之前 我們還是先來說說瑪雅文明吧 最近幾年 考古團隊是第一次在宏都拉斯的著名瑪雅城邦遺址 做了實地考古發掘和研究 並且還得出了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 今年4月 生命科學網站報導 美國北凱洛拉州戴維森學院人類學的名譽教授威廉林格 他領導的研究團隊有了一個新發現 他們使用了一種透視 也就是用激光雷達技術來透視了一下墨西哥境內的瑪雅遺址 所在的這一片原始森林的樹冠層 沒想到 這次研究居然發現了一個有大量建築的瑪雅遺址 這一下就讓科學家們驚呆了 這個遺址的所在地是普克 位於墨西哥的尤卡坦州北部的丘陵地帶 而這裡也是瑪雅文明另一個很重要的遺址 也就是烏斯瑪爾的所在地 這種激光探測所得到的普克的考古資料 比科學家們在過去20年收集的還要多呢 這種技術是將激光雷達綁在低空飛行的飛機上 每分鐘發射數十億條這種激光樹 然後來探測地面 這種激光會穿過地表的植被 然後碰到這些堅硬的物體 比如說岩石或者人造結構的時候就會彈回來 然後計算機會通過匯集激光的反彈時間 繪製出一幅地底的建置3D地圖來 利用這項技術 科學家們一次就可以探測數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美國德克塔斯大學地利與環境系的助理教授 托馬斯·加里森就認為說 這項新的研究非常全面 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到瑪雅人的普遍情況 以及普克這個地區的一些特定習俗 其實從1940年考古人員就知道 普克地區有四個大型的瑪雅要塞 他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450年 目前世界上對於瑪雅文明比較公認的歷史分歧 是從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50年 為瑪雅文明發展的前古典時期 從公元250年到公元950年為古典時期 從公元950年到1511年為後古典時期 那麼如今發現的這一片非常繁榮的地區 它的歷史是可以追溯到公元600年到公元750年 這也是瑪雅文明最發達的古典期的末期 專家們發現 瑪雅文明所在的這一大片區域非常繁榮 面積大約是237平方公里 這裡有近8000套房屋 每套房子還有兩到三個房間 還有宮殿、防禦設施、1000多個石灰爐 以及複雜的灌溉系統和道路系統 而這些建築大多是磚石結構的 應該說是很高級了 此外他們還第一次發現了梯田 研究人員還在市政和宗教設施等建築上 發現了獨特的裝飾 比如說牆面上的馬賽克 鑄頂過梁的雕帶 還有大量描繪 瑪雅羽神查克的內容 除此之外 這次探索還有一個突破性的發現 就是我們過去嚴重低估了 瑪雅的人口規模 以及城市的數量 瑪雅的實際人口 可能會比以前的估算要大三到四倍 過去專家們都認為 古典期瑪雅人最大的城邦 提卡爾城 面積達60多平方公里 建築物多達3000個以上 最高的神殿是有75公尺 而這樣的規模 其實就已經讓人很驚叹了是吧 但是 如果繼續用光達技術再探索下去的話 相信這裡還會有更多更多的 顛覆我們認知的發現 那麼人口數量這件事情 也就是給最大的一個謎團 又照上了一層面紗 那就是 為什麼 瑪雅人突然從這麼繁華的城市 神秘地撤出了呢 要知道 根據最新的這次研究 突然消失的瑪雅人口的數字 比我們之前估算的還要大三到四倍 那麼這些人都去了哪呢 當年 高度發達的瑪雅文明存在了大約2500年 而他們卻突然在公元8世紀到9世紀放棄了這麼發達的城市 遷居了 或者說消失了 古典七瑪雅文明從此衰落 人們對於瑪雅文明的消失有許多假設 比如說 肝旱 戰爭 還有外星人說等等 而根據最新的這個光達技術探測之後 人們發現 科學家認為其中的一個假說可以排除了 就是對環境管理不善而導致瑪雅人消亡的說法 因為科學家們發現 普克地區的瑪雅人曾經是非常精心的管理著森林資源和水資源 科學家們發現 在瑪雅遺址普克這個地區有石灰石地質 並沒有河流和湖泊 那麼問題就來了 瑪雅人是怎麼解決飲用水的問題的呢 其實瑪雅人的儲水方式跟我們現代是很像的 研究發現 瑪雅人會修建水箱 還會在水箱的內壁上抹上灰泥膏用來收集雨水 他們還會建造水庫 鋪設渠道 將水給引進來 這些用來收集水的渠道 有的長度竟然是長達數百米 而關於瑪雅人的飲用水問題 很多專家其實還在做研究呢 去年年底 科學報告上就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 論文的作者包括美國西西納提大學多個領域的專家 還有人類學家 地理學家 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 他們一起合作的研究 大家認為 瑪雅人早在2000多年前 就已經在使用一種先進的全天然的方法過濾飲用水了 而我們剛才提到的那個瑪雅的古典期最大的城邦 提卡爾 位於現代的威地馬拉北部叢林當中 而研究人員們居然是在那裡的蓄水庫裡 發現了一個複雜的過濾系統 而這個蓄水庫應該就是當時 提卡爾的居民重要的飲用水來源了 為什麼呢 研究人員從那裡的沙土中發現了石英晶體和廢石這兩種物質 而這兩樣東西就是用來過濾水系統的 有的朋友可能知道 廢石是一種天然的規律化合物 因為在濁燒時會產生沸騰現象 以而得名廢石 化學家發現廢石可以起到分子篩的作用 就是一種可以在分子層面上篩分不同物質的多孔材料 在過濾水系統當中 廢石可以用來軟化和淨化水 專家們考察之後認為 這兩種礦物質應該是當時的瑪雅人 從遠方運送過來的 就是用來建造這樣的過濾系統的 幫助當時的瑪雅人除去水中對人體有害的微生物 富含氮的化合物 或者是像拱這樣的重金屬等有毒物質 而這項發現 不得不讓科學家們驚嘆 這樣一個今天還在使用的過濾系統 瑪雅人竟然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在使用了 那麼瑪雅文明還有什麼其他令人驚嘆之處嗎 在地球這一條神秘的北緯30度上 在中國的西州時期 古埃及第22王朝時期 誕生了瑪雅文明 北緯30度存在很多沒有辦法解釋的神秘奇蹟 瑪雅文明就是其中最神秘的謎團之一 瑪雅人是古代印第安人的一隻 大約公元前2500年 瑪雅文明形成雏形 隨後發展成為美洲的三大古文明之一 瑪雅人在公元初期創造了象形文字 成為世界上最早的五種文字之一 而且瑪雅文字比現在的文字更為複雜 舉個例子 英文字母是一維的只有左右之分 而中文漢字是二維的有上下左右之分 但是瑪雅文字是三維 不僅有上下左右之分 還有遠近之分 所以他們的閱讀順序是 先左後右 先上後下 先進後遠 瑪雅人所使用的800個象形文字 現在大部分已經被語言學家們解讀出來了 這些文字主要代表一週各天和月份的名稱 數目字也就是說數字 還有方位 顏色以及神奇的名稱 瑪雅人還發明了造紙術 據說瑪雅指的做法 是用當地的一種無花果樹的嫩皮 在石灰水中浸泡 再放在陽光下曬乾而製成的 非常結實 瑪雅文化留下了許多令人費解之處 像是瑪雅處於石器時代 沒有銅器 鐵器 只懂得運用黑曜石工具 瘦骨 還有木除 他們沒有機械性的結構 沒有使用輪子和車子 找不到其他任何的交通工具 也不懂得騎一些動物來代步 但是 他們卻用石頭 建造出了高大的殿堂 廟宇 很多著名的階梯金字塔 還有巨大的石鎮 瑪雅人的建築物不但氣勢恢弘 而且富力堂皇 瑪雅文明的建築工程達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 他們對於堅固的石料 進行加工 有雕刻的 還有漏空的 瑪雅人在天文學方面 更有著極為卓越的成就 掌握日時周期和日月運行的規律 還對金星很有研究 他們可以非常準確地計算出金星的周期 在僅有的幾本瑪雅遺留的文獻當中 德勒斯登課本中就有六頁 準確地計算出金星的位置 瑪雅人還在長期觀察之後 算出了金星歷年 也就是金星繞太陽一周所花的時間 是584天 而如今 現代人測算得出是583.92天 我們和瑪雅人算出來的結果 每天的誤差還不到12秒 本來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來解開瑪雅文明之謎 但是令人揪心的事情 在16世紀發生了 西班牙純教士入侵的時候 他們燒掉了幾乎所有 瑪雅文明的書籍和歷史資料 只有四部瑪雅手抄本 由於流於國外了而幸免於難 瑪雅文明在被西班牙人完全摧毀之後 過了200年 人們才重新發現瑪雅文明的遺址 而今天 在世界上依然是有200萬以上的瑪雅人後裔 但是瑪雅文化的精華 比如說 象形文字 天文 立法 等這些知識 已經消失殆盡了 沒能留給後代 好 現在就說到大家比較關心的話題了 就是末日預言 關於瑪雅文明很多朋友最感興趣的 就是他們留下的京式預言 雖然說瑪雅人處於石器時代 但是他們卻成功的預言出了 現代社會的飛機 汽車等工具 還預言出了希特勒的出生和死亡時間 以及世界會發生兩次世界大戰 甚至 連他們自己的文明什麼時候滅亡 也給預言出來了 瑪雅預言說 地球在所謂的第五個太陽季的時間 是從公元前3113年開始 一直到公元2012年結束 從這之後 世界將會發生根本的變化 預言中說這種變化叫做同化銀河系 所以很多人呢 就將2012年解讀為人類末日了 再加上電影2012的上映 更是讓很多人對於末日理論感到十分的恐慌 真是擔心這一天會來啊 不過有一位瑪雅長老皮克 卻給瑪雅預言提供了一種不一樣的解讀 這也被認為是最權威的解讀 他說 末日理論是源自於西方的 瑪雅人從來沒有過這種想法 瑪雅人所說的2012年指的應該是 人類在精神和意識方面的覺醒以及轉變 從而進入新的文明 在殘存的瑪雅古書中記載的 並不是瑪雅人自己的歷史記事 而是記載著從地球的創造、起源到人類的歷史 書中記載的對於瑪雅人來說是神話 書裡記述了很多神奇的事蹟 他們認為地球是靈魂的淨化場所 目的在於讓靈魂不斷地向上再向上升華、淨化 其中瑪雅人的預言特別指出了一段時期 就是1992年到2012年 也就是第五個太陽記的最後一個20年 他們說這將是地球的更新進化期 而瑪雅的一位祭祀也曾經在西元755年做出了預言 他說 1992年以後 人類將會有兩個重要事件發生 一個是人類所生存的地球將會被淨化更新 另一個是人類宇宙意識的覺醒 預言中說 地球並不是人類所有 但人類卻是屬於地球所有 這些預言道出了人類與地球的關係 而從中也暗喻著人類的尊貴 人類並不是地球上唯一的高等生物 但是 人類能在地球這個進化場所完成靈魂的進化、昇華 之後會成為宇宙中真正的高級生命 而對於瑪雅文明到底來自何方 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也做了很多研究 曾經來自中國的考古隊 在威迪馬拉的考古發掘中 發現了一塊石碑 刻畫的是瑪雅的月亮女神圖案 而令人驚奇的是 圖上還有一隻兔子 說到這兒 是不是您也想起了嫦娥玉兔呢? 其實 一百年來的種種發現和研究 都把包括瑪雅在內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始祖 指向了亞洲和中國 瑪雅文化和中華文明真的存在某一種關聯嗎? 《未解之謎》我是福瑶 我們下次見 抗議